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讲的是汉字的形体与构造 第一部分是汉字的形体 咱们给大家介绍了汉字形体 从甲骨文到楷书的几个主要的变化过程 第二部分 对于咱们学习古汉语来说更为重要 就是汉字的构造 所谓的六书 上次课咱们讲到六书里边 象形 象形字 象形字也比较好理解 咱们中学里边肯定比较熟悉了 指示字 指示字是指字本身是象征性符号 或者用象征性符号 指出形体的某个部位 某个作用的字 也就是说指示字也分两种 一种字本身就是象征性符号 一种是用象征性符号指出 这个形体的某个部位 下边咱们分别给大家讲一下 所谓字本身就是象征符号的 最常见的就是数字 咱们汉字里边的 一 二 三 四 到十 甲骨文里边 一 二 三和现在咱们凯书里边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一就是一画 二就是两画 三十三画 四 咱们凯书里现在是这么写 写一个四分块 然后里边一个 一平一纳 一平一拐 但是在甲骨文里边 这个四字是 一 二 三 四 四画 五字和这个凯书也很不一样 五字是一个叉字 上边一横 下边一横 应该是和罗马数字的那个五字 差不多 六 六这个字呢 和现在的六不太像 到很像这个 咱们凯书里边介绍的戒子 戒字呢 是一平一纳 然后一平一束 你把这个 这边呢 还是写一平保存 把那边呢 变成一纳 这个等于是 上边一个人字 底下这边一平 这边一纳 这个就是甲骨文那边的六字 七字 大家可能更想不到 七字和甲骨 和咱们现在凯书里边的十字很像 但是呢 一横呢 比较短 这一束呢 很长 而且中间呢 稍微有一点拐弯 这是七 就很像这个十字 八和这个凯书的八 没有太大的区别 九字和现在的九呢 有些差别 它是一瓶呢 差不多 但是这一 一个横竖弯勾 它比较长 比现在的这个凯书呢 要夸张的多 十 十在这个 甲骨那边 就是一束档 中间呢 有一个割的 这个呢 应该就是当时这个 所谓阶神祭式 阶神祭式的时候呢 123456789 到十的时候呢 记一个割的 表示十 所以它这字形呢 就是一束 中间一个 一个圆点 那么咱们现在 汉语里边 还有二十 二十的和谐字 就是 就是甘甜的甘 中间没有那一横 这个字呢 念念 就是念 这个念字 在甲骨文里呢 就是这么一 这么一个弧形 然后一边 一个圆戈的 就像是 两个十 合在一起一样 三十 咱们说这个 现在汉语那有 五三运动 这个三 就是三十 这三十呢 在甲骨文里边呢 也是这么一个弧形 这么中间的 再加上一束 其实就是 等于是 三个十 但是呢 它把那个三个点 都省略了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 弧形 和中间一束 四十 这个在 咱们现在汉语里边 很少用 其实就是把五萨 那个萨 再添一束 就是四十 念戏 这个字 这个字在甲骨文里边呢 是 还是这么一个弧形 但是中间呢 变成了两道 那些圆点 那个疙瘩 都什么这样的 这些数字 都是 所谓 字本身 就是 象征性符号 那么 刚才说了 所以这些呢 就是指示字的 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用象征性符号 指出形体 某个部位 这个最明显的 就是 刀刃的刃 就是刀 上面要加一点 这个点呢 在甲骨文里边 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点 点的部位 正好是那个刀 跟那个刃的 那种部位 它等于告诉你 这个地方 刀的这个地方 就是刃 所以这种呢 就是用象征性符号 指出形体某个部位 就指出这刀 这个刃 这个部位 还有咱们大家 非常熟悉的 本末 咱们经常说 经常说成语 本末道致 但是你想过没有 这个本末道致 这个本跟末 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同学可能知道 本 就是树根 末 就是树梢 大家看本字和末字呢 都是在末 就是凯书里边 也是 本字在末 末字 这个字上面 加一横 本是加在下边 末 是加在最上边 本是加在最下边 所以在经文里边 它也是一个木字 那个木字呢 是一树 上边一个弧 下边一个弧 然后这个本字呢 在这个 这一树的最下边 接近最下边的地方 点一个点 它就表示 这个地方 木的这个地方 树的这个地方 叫本 所以本这个字 就是根的意思 就是树根的意思 咱们说不忘本 就是让你不忘你的根 咱们说寻根 这个追本求源 那么这个本都是根的意思 所以本这个字 就是 它的本意 它原来的最早的意思 就是树根的意思 木 木就是树梢 那么在经文里边呢 它在这个后边 基础的笔画是一样的 上边一个圆弧 下边一个圆弧 中间一个树道 传下来 但是这个点呢 不是点在下边的 而是点在 接近偏 最上的位置 它告诉你 这个地方 就是树梢 所以这些指示字呢 也是很有意思 当然它变成楷书之后 它也是 就是说这个指示的那个 就是那种意象的 就不像 在甲国文经文里边 那么明显 咱们 所以呢 有些呢 咱们虽然 认识这个字 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恐怕呢 有些同学呢 还不知道 原来这个字 是这么发展来的 它本来 它就是这个 本个末 这一盒 原来是一点 它就是告诉你 这个字 这个树根是在这 这个树梢是在这 所以这两种呢 都叫指示字 指示字的这个数量 比较少 第三种呢 这个汉字构造的方法 叫会议字 会议字 就是指 就是指 会合两个 或两个以上 读体字 来表示 一个意义的字 比如这个 这个男女的男 这个男呢 咱们在凯书里边 那是一个田字 一个栗子 但是在甲国文里边 这个田呢 它确实是一个 这个田 这个栗字呢 在甲国文里呢 实际上是一个 磊字 这个磊是农具 它就是说呢 这个字呢 是一个田 旁边一个农具 用这个呢 来表示 用磊来耕田的人 那就是男人 所以这是男字 又比如 这个囚犯的囚字 这个囚字呢 是一个 咱们现在是写着 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字 然后里边一个人 是人关在一个 屋子里边 或者一个什么 东西里边 所以咱们前日子看这个 铁纸层家 纪小兰 纪小兰呢 这个 说和珅 和珅在一个院子里站着 他说你就是囚徒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院子 这就正好是那个 囚的那个 四边 中间站着一个人 正好你就是囚徒 当然这是 这个纪小兰 拿和珅开玩笑 但是呢 这个呢 也说明 这是这个会议字 它就是 把两个字 这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 独体字呢 来表示一个新的含义 用这两个字 来表示出这个新字的含义 像这样的字呢 汉字里也不是太多 比如这个穷人的穷 穷人的穷呢 现在凯书的话 咱们很难想象 它最早的意思 咱们现在说穷就是 没钱 这叫穷 但是在古汉语里 最早 穷的最早的意思 不是说没钱 这是它比较晚 晚起的隐身的意思 那么它比较早的意思 是什么呢 这个从穷的这个繁体字里边 那么可以 大概能够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本意 那么这个字呢 大家看的 这个就是非常难受 它就像一个人的身体 攻在一个山洞里 而且这个山洞呢 是一个死洞 没有出口的 这么一个死洞 一个人 公身在里边 它用这个三个字 一个学 洞学的学 一个身体的身 一个 公字 公建的公 用这三个字 来表示 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出路的意思 没有出路 所以穷 它比较原始的 或者说的本意 它是没有出路 所以呢 这个 周一 周一里边 有这个 或者咱们今天 经常说的成语 穷则思变 穷则思变 这个穷 它不是说没钱了 你就想 想变痛的办法 而是说 没有出路的时候 它就要想 变痛的办法 所以这个穷 咱们要注意 它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 它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 后来 这个 当然它没钱 没钱的话 它也是没有出路 所以它在引申出 这个没钱的意思 所以呢 这会议字呢 就可以 帮助咱们 理解 字的本来的意思 像刚才讲的 穷字 球字 又比如那个 篡 逃篡的篡字 这个字呢 从这个简体字 你已经看不出来 它的意思了 其实呢 这个 它的繁体字呢 是上面一个穴 底下一个老鼠的鼠 因此呢 它的本意呢 就是用老鼠 逃到 洞穴里边 来表示 躲藏的意思 所以它的本意呢 是躲藏 而 现在咱们常用的 这个逃篡的篡 逃跑的意思 反而是 后来隐身的意思 所以这样 咱们学习国外语呢 就比较 一个是很有意思 而且呢 咱们 也可以明白 就是说 它为什么 这个 它会 原意 是那个 是躲藏的意思 从这个字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躲藏的意思 而逃跑呢 是后来隐身出来的 这三种造字方法 就是 象形 只是 会议 上面咱们 说的呢 都是它最简单的例子 没有什么变化 实际情况呢 要复杂的多 比如呢 有些呢 又是 会议 兼 比如行声 或者会议 这个指示 兼行声 它有 两三种造字方法 合用的情况 那就比较复杂了 咱们今天呢 就不讲那么多 咱们首先要掌握的是 最基本的 这六种方法 然后以后 咱们再碰到一些 汉字的时候 就可以运用这些 方法 来分析 它这个字 是什么字 是用的哪种造字方法 那么通过这个造字方法 来分析 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所以对咱们 理解汉字 是非常有用的 这三种造字方法 为什么放在一起讲 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特点 什么特点 象形只是会议 这三种字 既有区别 又有共同特点 就是 都是 它们都是建立在 象形的基础之上的 象形字本身就是 象形 指示字 当然它单纯的指示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它本身就是 象征符号的 那个 没有这个问题 它是 就是说 指示 它某 汉 这个汉字的某一个部分 像刀刃的刃 刚才他们说的 本末 那么这个刀 这个本末 这个木 它又是象形字 所以呢 这个指示字的主体 仍然是象形字 会议字呢 就更离不开 象形字 会议字刚才说的是 和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独体字 那么这些独体字 都是象形字 像刚才咱们讲的 这个男字 田和磊 这个求 口和人 这个穷 学 身 功 都是象形的独体字 那么 所以说 这三种字呢 它 都是 建立在象形的基础之上 这是 特点之一 共同特点之二 这三种字 都没有表音的成分 都是 以象形 这个为基础 而且都没有 表音的成分 那么 什么样的字呢 有表音成分呢 就是咱们要 下边要讲的第二大类 形生字 形生字 什么叫形生字 是指 有表示字意 类属部分 和表明字音部分 这两部分 一个是表示字意类属 它属于哪一类 第二是表明字音 由这两部分组成的字 叫形生字 其中 表示字意类属的部分 叫形符 或者叫义符 形就是 形状的形 表明字音部分 叫生符 或者音符 这个大家要记住 或者叫形符 或者叫义符 那个表字音的部分 叫生符 或者音符 声音 那个是形 意 形符 或者义符 形符 以生符的组成方式 非常灵活 你比如说右边 是生符 左边是形符 有这样的字 鞭子 的鞭 右边是声音 桃花的桃 也是右边 闷闷的闷 这个都是 所谓左行右生 左生又行 和这相反 这个 鞠山的鞠 它这个右边是鸟 左边酒 和 就是这个 谁和谁 那个和的 它这个左边 是表示形符 右边 左边是生符 右边是形符 还有这个 含 就是一个含字 一个书页的页 一个包含的含 一个书页的页 含字 锦绣的锦字 都是左生 右行 还有上行下生 比如花朵的花 教室的誓 篇章的篇 窘破的窘 上生 下行 你像这个 号召的照 思想的险 袈裟的家 联盟的萌 还有外形 内生 比如街道的街 巩固的固 阁楼的阁 包裹的果 还有外生 内形 比如 这个 新闻的文 辩论的辩 横字 就是 平衡的横 沉闷的梦 这些呢 都是外生 内心 还有的字呢 生符只占一个角落 比如这个 新旧的心字 他的这个 行符 是木 和金 他的 生符呢 是 辛苦的心 辛苦的心呢 在这个 新旧的心里边呢 他给压缩了 所以叫 心 生 省 可见 在这个 行生字 在造字的时候呢 非常灵活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相形 刚才咱们说了 相形只是会议 这三种造字方法呢 都建立在相形的基础之上 因此呢 很多词啊 抽象的概念 他就不好记录 这个行生字呢 他就突破了这种限制 一切抽象的概念 语言中产生的一切新词 都能用 行符和生符呢 相组合方式 把它造出来 你比如这个 这个化学元素 它凡是金属的 咱们只要 金字 都用金字 做它的这个行符 然后用它的声音 接近那个 这个外文的声音 用它的声音呢 来做它的这个 声符 这样可以造出一个新的字 这样化学元素 很多新的 在古代没有的 咱们现在呢 可以把它造出来 就是它的造字方法 非常灵活 而且 这种 造字呢 它这个也非常方便 造新字非常方便 所以 在汉字之中 真正占一半 一多半 是行生字 其他 那五种 加一块 在汉字里边 只占了一小半 最大量的 就是行生字 原因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它造字呢 方法灵活 而且造起来非常简单 这个行生字的 行符呢 对这个阅读古书 掌握汉字的本意 有一定的作用 因为一般的说呢 行符表示出 这个字的 字意的 范畴 比如 松柏杨柳 杏桃 梨 菊 它的行符 它们这些字 行符 都是木 所以这些 就表明了 这些字 它 所代表的 都是树木一类的东西 又比如 这个 额头的额 面颊的颊 颜色 颜色的颜 题目的题 领口的领 颠倒的颠 大家看这些字呢 它们的部首呢 都是书页的页字 这个书页字是页 我记得 咱们第一节课说过 凡是带叶字的 汉字 都是和头 或者是脖子 有关的 你不是领子 领子那挨着脖子的 像这个题目的题 其实它的本意呢 就是头 小学咱们就知道题目 这两个字 但是你想过没有 题目其实 把它翻译成 现代汉语 应该是头眼的意思 一篇文章 要有题目 就像一个人 要有头眼 你识别一个人 主要通过 他的头眼来识别 你区别这些文章 就要通过 他的题目 来区别 所以这个 我经常跟同学说 就是学了古汉语之后 对汉字的理解 就会深刻的多 我自己学习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 明白了好多事情 原来这个题 是这个意思 原来这个题目 它是这个意思 很多 就是用了很多年的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这回通过学习古汉语 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这样你以后用的时候 你就能够用得更准确 你像这颜色的颜 这个咱们现在说 什么颜色都行 你像这桌布红色 这书白色 但是它最早这个颜 指的是人脸的脸色 龙颜大怒 那就是皇帝的脸色 这个大怒 所以它这个 它开始呢 使得是专门是专指脸色 后来它的这个 内涵范围 才逐渐扩大 这也是汉字的一种 演变的方法 所以这个形生字呢 也是很有意思的 咱们分析它这个形幅 往往就可以找到 它比较原始的意思 这个咱们以后讲课中 要不断碰到 再详细讲 第三大类 转注于假界 转注呢 是六书中争论最大的问题 历来众说纷纭 至今无法统一 所以咱们在这儿呢 也不给大家介绍了 因为这个转注这种字呢 属于这个字的呢 好像也很少 而且和咱们分析 汉字的字译呢 没有什么关系 到时候训孤学呢 关系比较大 所以呢 在咱们这个 咱们在这儿就省略了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呢 这假界字呢 则是大量出现的 是什么叫假界字 是指古汉语中 用音同或音近的字 来表示另一个字的含义 这种情况 就是同音字 或者音近的字 来表示另外一个字 假界字呢 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叫本无其字的假界 这种呢 是虚词最多 我记得前两节课 跟大家说过 像这个我字 它本身呢 它是一种兵器 就是你我的我 这个字最早是一种兵器 因为大家看它这个右边的 它这个行符 它就是鸽子 所以它是一种兵器 但是呢 由于这个早现在这个我字呢 在语言里边 它大量出现 经常说我 但是没有这个字 所以觉得很不方便 所以把这个当兵器的我 借来作为第一人称代词 结果它的这个兵器的用法 反而渐渐淡出了 虚词里边的这种情况非常多 比如而且的儿 而且的儿呢 在这个甲骨纹里边 就是一横大 底下有四个 像有点像泼浪似的 这是什么东西呢 是胡子 所以这儿子最早是表示了胡子 但是后来呢 也假界为这个而且的儿 所以它在当胡子的意思 反而淡出了 第二类呢 就是更多的甲铁字 就是所谓本有其字的甲铁 这种情况呢 又称为通甲 比如这个河畔的畔 和背叛的畔 河畔的畔通这个背叛的畔 这个跳枣的枣 通这个早晨的枣 罢免的罢通那个疲劳的皮 棉被的被通那个 劈挂的劈 金属锡 那个铜那个刺等等 都是本有其字 后来又以另一个字 借用为这个字 这种甲铁字产生的原因 一是古人写的白字 时间长了 得到人们承认 就成为了铜甲字 第二是各种地方的不同习惯 这个食指上仍然是白字 就是别字 所以这种本有其字的甲铁 用今天来说 就是古人写的错别字 但是由于它古人写的 它流传很广 它这个留下来了 这个经常在古书里出现 被大家习惯了 也就接受了 而且把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通甲字 实际上就是古人的错别字 所以这个原来 这个学古汉语的时候 我总觉得通甲字很神秘 觉得又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个字会通那个字 跳枣的枣 怎么会通这个早晨的枣 觉得很不可理解 后来才明白 原来就是古人写的这个错别字 所以它没什么道理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汉字的六书 主要目的就是要加深理解 通过这个六书 这些造字方法来理解 汉字的这个本意和隐身意 这些咱们在以后的讲课中 会不断的运用 咱们今天讲之后 以后讲课分析汉字的时候 就可以运用六书了 以前讲的时候呢 就不太方便 这也是为什么 把这个放在最前面讲的原因 今天咱们课就讲到这儿